拜登跟習近平 終於二度通上電話 美國時間九月九號 但是到十號的時候 傳出來美國要考慮更名 更名的是中華民國的駐美的 華府代表處 要變成什麼呢 來看到的是臺灣辦事處代表處 我們來看到了 包括了吳釗燮 顧麗熊 據說還在美國 所以要變成臺灣代表處 這個名字可就重要了 另外金融時報還說 這其實是臺灣在三月的時候 提出來的 當時還獲得誰 白宮的印太事務協團官 compare了支持 那這個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像美國態度也很妙 國務院的發言人 他講說支持臺灣堅若磐石 白宮的發言人 還說這個是 我必須要向我們的團隊來查證 臺灣還說沒有評論這件事情 但是大陸這邊也有一些說法 說臺灣是中美關係最重要 最敏感的問題 所以任何形勢的臺灣的官方往來 都是怎麼樣 是踩紅線 另外這有兩派立場出來說 包括了為什麼會有這個事情出來呢 難道是為了要安撫國內的美國反中的情緒嗎 而且搬出了這個親臺的立場 現在這時候提出來 但是也有人講說 是不是有人是反對這件事情 讓這個計畫先曝光 就見光死了嗎 我想先問阿借大使 你怎麼看臺灣代表處 如果真的改名的話 那真的是大條了 對這個是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它的象徵意義是非常大 我想光從立陶宛前一陣子要在臺灣社處的事情 就引起軒然大波 那麼美國把我們臺灣在美國的代表處更名的話 其實是基於高度敏感性 那不過這件事我覺得還是在發展當中了 因為在民進黨政府 它一直在推一個就是所謂的這些外管的這種跟民運 它要把臺北改成臺灣 那為什麼過去都用臺北呢 其實呢 這是因為美國做了最早的改變 你知道早期就是說我們退出聯合國 或者跟美國斷交以後 我們在美國的這個名稱 在代表處名稱 最最初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叫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因為那個幾個字是美國國務院提出來 讓我們去挑的 那裡面沒有China 沒有臺灣也沒有台北 所以那時候取一個名字叫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那後來慢慢發展 美國方面就改了 改成臺北駐美國經濟文化辦事處 當然美國的這個對於臺灣 對於他這個臺北 我們臺灣設在美國這個代表處的名稱 他有很大的一種影響力 他一訂了以後 其他國家會跟著走 所以譬如說美國一訂了 我們叫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後 其他國家也紛紛也同意 讓我們臺北在這個各個首都 各國首都這個代表處的名字 也都改了 因為以前在歐洲國家 我們用到的這些代表處名稱 不依而足 有些叫什麼 孫逸仙文化中心 遠東經濟貿易辦事 辦事處什麼有些又是什麼 甚至用公司 中華航空公司 那這些東西後來因為美國的定調以後 所以各個國家都改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這個改名是高度敏感性的 那不過這個事情傳出來是金融時報 那我認為有兩個可能 到底是誰提供的消息 一個是美國方面提供的 那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吳釗燮提供的 就臺灣這邊炒作的 對我想就是說現在我想就是說 這個臺北北京跟這個華盛頓三邊的這個外交 我想主管的這個相關的官員應該壓力都很大 因為現在美國一定如果不是他傳 不是他露出來的話 美國國務院一定要想知道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露出去 露出去造成這麼多的這些外界的彩測 也平添很多壓力 不過我想就是說 大陸方面一定會跟美國會對這件事情 不會輕易的放過 而且一定會給這個 尤其是國務院很大很大的壓力 如果說本來如果說真的 美國方面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好像這個報導說 像這個Kirk Campbell他是有意願的 可是這個事情一曝光以後 這件事情難度就會增加很多 那像本來就是說 美國在這個有關在對台的政策上 就有不同的聲音 你像葛萊伊 葛萊伊過去我覺得他不會說 是比較這個像他目前的立場 他目前非常 比較挺台灣的 他過去是非常挺台灣的 最近他的立場就非常強調說 不要太過度去刺激大陸 因為這樣對美國不利 不過整個整體來說的話 整個整體來說的話 我是認為說 這個問題一曝光以後 他本來如果說還有一些可能性的話 現在可能性一定是往下降 那麼對美國來講 好不容易他們通上跟這個 這個拜登跟這個習近平通上電話 那麼這件事情又突然 跑到檯面上來 那這裡面最值得講話 我覺得值得玩味的就是 白宮的發言人的講這句話 因為這樣子的事情高度敏感的政治敏感度 尤其牽涉到華府跟北京的關係的這種 政治敏感度上 我想一定是要拜登本人去拍板 因為過去像很多這個重要的軍售啊 都是要總統拍板的 那現在這個事情既然放到檯面上來 我想就變成就是說 某一種方面我覺得 見光使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其實對我們在台灣來看的話 其實民進黨政府上台以來 就一直在做這件事 那所以其實我想就民進黨政府 從蔡英文一上來 他就希望把這個 駐美國代表處的這個名稱 從台北改成台灣 因為好達成他進一步的 這個長期化推動台獨 這個而且滿足他自己的支持者 這種做法 我想他是不會持續 不過現在這個關口 我覺得美國好不容易 拜登想要找到一個點 能夠跟中國大陸 能夠發展一種新的關係 那個是跟過去川普總統時代的 那個基調 有一點轉折的一個關係的時候 這個案子我覺得 他這個吳釗燮 他們會達成目標的這個機率 我覺得應該是往下走的 大使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台灣在操作這件事情上面 但是被美國這邊僵了一軍 就是說我先跟你曝光了 讓這個事情見光死嗎 因為美國想要跟中國大陸談 所以來看到其實 中國大陸他其實也有說 所謂的兩份清單三個底線 王毅跟John Kerry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三個底線 就是你不能挑戰中國大陸制度 不能阻撓中國大陸發展 或者是說不能侵犯中國大陸主權 這三個底線 這個紅線 那拜登跟習主席對話的時候 就特別強調說 就無意改變一中的政策 所以呢 他這個一中政策是最直接回答 這個三條底線的最後一個 不得侵犯主權的問題 所以大家就在好奇說 那現在搞出這個台灣的代表處的更名 我想問一下將軍 因為這是他到底是兩手策略 還是說他下面的人搞不清楚 他風向變 我記得分析一下 民進黨政府從李登輝 搞了一邊一國的時候 蔡英文就是她的 寫這個文章的寫手 兩國論 陳水扁搞兩國論 然後蔡英文現在呼應的時候 鄰國 鄰國 也是一國 一邊一國 所以在民進黨的做法來講 他是一貫 但是拜登 我覺得你要分析拜登的處境 他出來找習近平的背景是什麼 伊拉克的糗文搞的是 全國上下都在罵 COVID-19的疫苗 有那麼多疫苗 有人不願意打 甚至於還有美國軍方 飛行員都不幹了 我寧可 你部長叫我打 不打的話送軍方我不幹了 還罵他昏軍 對 所以你看 然後拜登的大戰略說 找兄弟圍攻中國 歐洲那邊就不太在得盡 中南半島公開跟你講說 我不選邊站 換句話說 除了五眼聯盟的人跟著以外 還有一個日本以外 幾乎他的大戰略的 所謂圍攻的態勢 已經有點破局了 所以基本上 拜登打這個電話 他等於是有求於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擺的是以義代勞 你前面幾個特使來 我見的懶得見 或者低階的見你 那逼得拜登說 我必須要突破 但是突破這個問題 順了孤意 失了少益 你旁邊跟著你喊 喊打喊殺的這些國家 反中 你這個帶風向 已經帶得很成功 全世界都反中的這個普遍 現在你轉彎了 比如說你不打方向的你走了 這個拜登是不是要做點彌補措施 彌補措施什麼 擴大軍演 表示說我還有能力維護這個 我的政策跟安全 第二個呢 搞個台灣這個證明 這件事啊 我講遲早是做不下來 為什麼 連Curl Campbell都講說還沒訂案 要等總統批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話呢 我們看這個談判 跟社會上這個商業貿易行為一樣 討價還價 你不降價我走了 轉身要走了 回來回來 我這個是原廠的 我這個是你不買 還有別的定家要嘛 那這個台灣 這個證明這個意思呢 因為拜登怕的是什麼 集團體你習近平不來 糗大了 或者習拜會弄不成 糗大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美國手上又捏了一個籌碼 你什麼三個條件 三個底線 兩個這個 兩個紅線 三個紅線 兩個條件 如果說美國端出來什麼 經濟貿易這些東西 習近平都不甩的話 那我就承認台灣 幾乎是一個國家的 擦邊球的這種打法 所以我們看這種行為 國際談判跟商家這種買賣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要捏了我的籌碼 我也捏了你的籌碼 你不做我就做那個 所以大家看起來很矛盾 其實一點都沒有矛盾 拼命搞軍演 搞這些國家我可以保護你 對不對 一方面又跟日本 那個剪手掌已經要退了 已經沒有聲音了 現在又跟你開會 這都是堅定 跟著他喊打喊殺的這些哥們 你們要不要懷疑我的決心 這是拜登處理他國內危機 因為川普也在罵他 那個那個川普也在罵他 民主黨共和黨都在罵 他是處於非常危險而且的地位 打這個電話心不甘情不厭 但是不得不打 這就是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你們拿商業買賣來看就懂了 不得不打 但是這個時候傳出這個事情 就被講說剛剛綜合了 包括介大使還有將軍的說法 就是說有人故意想要調適 有人故意要放這個消息 但是看起來會不會就是 我們臺灣這邊自己在放這個消息 另外也被講說 那因為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大 讓之前立陶宛 宣佈跟臺灣互設代表出資 這件事情就讓大陸 招回了立陶宛大使 然後來看到他的外長 還去投書 還很嗆 說立陶宛就像煤礦坑裡面的金絲雀 然後還說這個是要讓北京去觀察 歐洲小國是否會屈服的 他的意志下的風向球 非常的嗆 立陶宛還是如此 但這個就尷尬了 因為立陶宛跟波蘭 我想問一下湯老師 原本他們其實還是還蠻會抗中的 那在波蘭這邊就發現說 他捐了臺灣疫苗 捐了四十萬劑 結果這個波蘭的外長 馬上在立陶宛的首都就開始講說 我是支持一中原則 他還是覺得說 臺灣就是中國大陸一部分 我想問一下那個湯老師 你怎麼看這一連串 包括了臺灣改名 還有這個立陶宛 他很明顯的就是告訴你說 我兩邊都不想得罪 這個問題 我用這個兩句話 來先做一個總結 然後我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蝴蝶效應 第二個是臺灣危機 什麼叫蝴蝶效應呢 就是你剛剛講這個立陶宛 立陶宛跟臺灣之間的這種關聯性 其實沒有什麼 不會受到很大的這個重視 可是所謂的蝴蝶效應就是說 你一個小動作會引起大風暴 這個叫做蝴蝶效應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現在的這個立陶宛 他把歐盟也把他拉進來了 什麼歐盟呢 歐盟是他的議會 他的議會在前幾個禮拜 通過了一個議案 說他也要來更明 他也要跟這個立陶宛一樣 也就是說議會現在全力 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現在全力支持這個立陶宛 所以立陶宛這個人他才有這麼 那麼深厚的這個底氣啊 否則的話他怎麼抗爭的了呢 好那這一點現在呢 在歐洲聯盟呢 他還有一個關卡要過 他雖然是國會 不就是這個歐洲議會通過了 可是你像這些重要外交議題啊 必須還要經過歐洲的這個 所謂的他的這個理事會 這個理事會裡面啊 這裡頭就很有意思 因為現在歐洲英國退了27個 這個匈牙利啊 就經常在那裡杯葛 到目前為止啊 大概在過去的一年當中啊 大已經搞了三四次四五次了 他譬如說你這個歐洲議會 你要做一個這個 對於新疆的對於西藏的 香港的這些決議 全部被擋下來了 好那這一次看看這個匈牙利 他還有沒有這個能力 他繼續來把這個議案 把它擋下來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當然如果說 整個這個歐洲聯盟 他都來支持這個立陶宛 而現在的情況呢 我倒覺得說是美國想要借光 美國一看哟這個情勢好像對他本身來講 要來改善跟台灣的關係 要來更明要來做些什麼的話 他覺得這個好像順應潮流 所以說現在的這個情況 我剛剛講的第二個這個標題是 就是台灣的危機 意思就是說現在變成說美國加上歐洲 因為立陶宛產生這個蝴蝶效應了以後 他們連成一氣 連成一氣就會使得 北京這邊有殊不得的這個壓力 你一輸的話 如果說讓他們得逞的話 讓他們達勝的話 那這邊等於說就是 北京的這個所謂一中原則破壞 反過來如果說北京這邊 他用各種方式能夠這個 把這個局勢把它扭轉過來 那這個就表示什麼呢 這個就表示說西方的這種 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破壞 意思就是說你連這個 這種對你們來講 好像也並不是很大的事情的 這種情況你們都做不到 那所以我現在是覺得說 這個現在已經變成了 這個兩大陣營 一方面是中國這邊 大陸這邊 另外一方面是美歐聯手這一邊 這個一個大對決 而剛好台灣就在這個風頭浪尖上 如果說真的要這樣子走下去的話 我看台灣為蒙其力先受其害 可能第一個遭殃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台灣的危機 就在這裡 所以說民進黨你要走到這一步的話 就等於說你把台灣要帶入到一個 萬劫不復的這個聲援裡面 我看看你們要如何向台灣人民來負責 來告誡來說明 老師我再問一下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改這個名字 被大家講說沒有什麼實質的用處 譬如說你改名字有什麼用呢 還不如說美國不是說對台灣 堅若磐石非常的關注 那還不如跟我們簽一些經貿協議 這個不叫實質吧 對啊 因為現在就是說美方他覺得整個西方世界 現在這個反中的這個情緒是非常的高昂 你包括等一下我們可能還要談到像德國 因為德國在歐洲是一個領導者 他現在因為要選舉 所以說他的這些領導人或者這些政治人物呢 他們的口吻呢也開始改變了 因為梅克爾要下台了 梅克爾在還好 現在梅克爾要下來了 那這個東西就也會產生一些這個 對於這個反中的這種加分作用 那所以說呢現在的這種情況呢 就會讓我們感覺到呢 這是雙方的一個對決 雙方的一個對決 現在讓這個我們在這邊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非常的無奈 當然我所謂的無奈並不是政府 因為政府現在他在玩這個遊戲 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危險的遊戲 這樣子的話真的會對台灣 會產生非常嚴重的這個後果 非常嚴重的後果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這一次的通電話 我想問一下介大使 因為我們就發現說呢 美國呢在跟這個他通電話的時候 他用很多字呢 其實都有發現說立場不太一樣 比如說布林肯當時的時候 就是說要競爭 要對抗 合作 但現在是說管控分歧 所以凸顯出說 拜登的確是有點怎麼樣 希望跟習近平主席來談話 他底氣是不是美啦 底氣非常的弱 那其實美國一直要跟大陸進行對話 比較高層的對話 其實之前就已經一直有這些跡象 我覺得就是說今天能夠安排成 這一場對話 就是拜登跟習近平的電話 我覺得美國方面做的努力 絕對是最 跟中國大陸來講 大陸來講的話就是看什麼時候 我同不同意跟你通這個電話 美國方面一直在推這個 推這件事情 那我想最近的一件事就是那個 Curry第二次到大陸去 就什麼氣候變化的這個談判 去跟大陸去談 那可是你看 第一個他除了談氣候變化 他的對口是謝政華 謝政華之外他為什麼又跟這個 又跟這個 王毅 又跟這個楊潔篪 還有韓正 韓正 三個都進行了視訊電話 可見 我覺得談這個氣候變化是個幌子 實際上進行高層外交 那個才是真正的理智 所以你看他回去以後 這種電話就促成了 那在這個之前他們的這個 這個副國務卿 那個還有Sherman 還有就是Curry 自己本人事業也去過 在之前你看這個戴琪 還有這個美國的這個 這個財政部長 也都跟劉鶴通過電話 那麼這些裡面我看 就是說可能最重要的問題 還是什麼 還是經貿問題 那麼現在拜登其實他 他雖然有一個國際的一個 反中的一個同盟 正在他不斷的籌組 可是問題就是說 他自己家裡面失火 家裡面這個火災越來越嚴重 他需要一個外力的一個 一個外界的一個環境的配合的話 看起來最關鍵的還是中國大陸 所以我想拜登是有求於大陸 在這個情況之下 而且他也要解除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時川普總統的時候 他那一系列的這些 尤其是貿易制裁 事實上沒有傷到中國大陸太多 而是傷到美國更多 因為他這種加徵關稅 事實上就是正好加深了美國國內 這種最恐懼的通貨膨脹的 這些效果 因為這種關稅會帶來一種叫 我們在這個經濟學上 他叫一種輸入性的通膨 你把老百姓的這些很多 生活用品的價格 你把它提升了 你看看美國的 我常常就說你去美國 你不管去那個Walmart 去很多美國一般老百姓 他日常生活所依賴的這些商品的 這些主要的商場 你看裡面多少的比例 那這些你把這些拜登的時候 川普把他加稅加了平均19.3上來 這個錢是由美國的消費者在付 所以事實上你增加了美國消費者負擔 也造成了通膨 所以事實上這種通膨的問題 現在要跟中國大陸唱一場戲 這場戲很重要 也是要中國大陸相互的配合 拜登才能在一個比較感覺舒適的環境 國內環境裡面 把這個關稅一層一層拿掉 不是為了大陸是為了美國 所以這個是拜登他必須要進行一場大工程 那這個工程一定要跟 我想要跟習近平要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看他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說你看他上一次的時候 又談新疆又談香港又談台灣 還有人權 現在呢 都不談啊 對啊 可見美國的所謂的人權 本來就只是一個幌子 美國怎麼會去關心別人的人權呢 美國自己的人權都沒解決 還要解決別人人權嗎 所以事實上你看這份稿子 那美國的這個 這個他講得很簡單 第一個他不希望 把這個目前的競爭升高為衝突 他認為他們在展現 他們的所謂的責任 單方面的這種責任 另外一方面他也用了管理 他要來管控 那麼雙方的這個競爭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的訊息 感覺起來沒有什麼戰鬥氣息 而是說由戰走核的一個 當然大背景是因為美國 本身的問題很嚴重 另外我想剛剛 帥教授也提到了 美國這個整個在整建全球反中聯盟 這個過去半年 尤其是這個拜登總統想說 美國回來了 外交回來了 那你現在看了六七個月看起來 我覺得他的成效很不顯著 那麼中間可能美國這些外交人員 包括拜登本人所受到的挫折 不管是心裡的挫折 實際的挫折 應該是很強烈的 他發覺他回過頭來 可能還是要有美國人一個人 站在那邊 面對一個日漸強大的中國大陸 那所以他現在調子 看起來這一份新聞稿 我覺得是軟的不能再軟了 那回過頭來 你看中國大陸那一份 洋洋沙沙的新華社的 那一份新聞稿 講得非常強硬 而且事實上我覺得很多部分 有一半是在指責美國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沒搞清楚 你要你把這個中美關係 搞成今天這樣子 是何則兩地 鬥則兩害 兩害還是客氣 其實是美國受害更深 那麼提起 而且中間他還特別講說 拜登總統重申 沒有無意 從來就無意 去這個 去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 所以這一份 這兩個稿子一比較出來 我看出來強弱之勢就很清楚 那麼今後我想就是說 美中關係會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那這個階段的話 那麼會讓很多人 我覺得會比較吃驚 我的感覺 因為美國做這樣表態 他已經把他過去一些門友 又丟開了 對 他在台灣做了那麼多 對台灣 對民進黨做了 好像看起來這麼多的 好像對讓民進黨感覺到 很鼓舞的這些作為 他一句話 就是說我的一國中共政策 由拜登嘴巴裡再講出來的話 那民進黨已經沒有什麼戲好唱了 那其他你譬如說他馬上要開的這個 所謂的四方 這個四方的這個會談的所謂的元首會議 我也不曉得他們還要談什麼 我也不曉得談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很清楚了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G7 G20 G多少 這個世界就是G2 就是美國跟大陸 那這邊講定了以後調子就定了 那這一份我覺得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美國的這一份白宮的這一份新聞稿 把美國的現在國家的所有的弱點 跟它現在的難處都已經用不直接的方式都已經表達出來了 那你看新華社那一份稿子以後 你看完就知道 中國大陸現實是站在強勢 站在理這一方面 而且站在以實力的原則 在開始再跟美國對話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拜登跟習近平的電話 你會看到可能未來從下半年開始 那麼我覺得這個世界整個秩序的 新的秩序形成的走向 你會看到更多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 所謂的他們講說相向而行的部分 而不是背離的部分 美國常常說要用實力出發跟中國大陸談 但是介大使意思是說實力從這個講稿當中就看得出來誰實力比較有底氣了 尤其中國大陸發展但他也沒有逼著比如說其他國家選邊站 比如說你跟中國大陸合作沒有說一定就要跟怎麼樣不能跟美國合作 但是美國常常說我們沒有叫你選邊站 但是搞得大家都覺得你就是逼我選邊站 現在逼得大家好 你真的要逼我這樣子 那他必須也要做一些表態 所以這個底氣到底在哪裡 比如說一中政策這件事情 拜登嘴巴說出來 美國還不敢講 因為在美國的講稿裡面還沒有寫這件事情 還是新華社把它講出來的 那講了哪些重點呢 習主席就說中美關係是否搞好 不是選擇題是如何搞好這是個必答題 那當然也是有些期待 三重水腹已無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 希望能夠又一村 但美國這邊則是特別說 不會想要由於競爭陷入衝突 而且無意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 另外其實這件事情就被講說 好像美國想要跟中國大陸談 但是我想問他的帥將軍 因為這跟剛剛很像 比如說想談 然後又再墊高自己的籌碼嗎 因為彭博竟然講出來說 拜登政府要考慮對中國大陸補貼行為 還有對美國經濟相關的損害來啟動調查 是我們戴琪貿易代表 還有雷蒙多商務部長 要來討論說針對中國大陸補貼的問題 這個問題之外 美國常常說中國大陸補貼 那他補貼的那些比如說晶片發展 他都不叫補貼了 這個講這些東西 就墊高自己的籌碼 沒有第二個意義 你看 但維持一中政策 就是我們兩個不要有核子大戰 我跟你不會為了這個事情打起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邊要加籌碼 你要按照國際規則來玩 什麼叫國際規則 國際規則就是美國規則 美國定的規則 美國定的規則 所以為什麼從阿拉斯加會議裡面 楊潔志講 我不吃你這一套 他講的不吃這一套 大部分就是規則問題 你今天商貿行為的規則 美元割稻草的規則 割韭菜的規則 那就是你美國定下來 我現在只是沒有能力 一下子把美元霸權推翻 但是郵避規則我要求公平 這是習大大講了很多次了 就是說要玩 大家按照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來玩 那現在美國有加碼 什麼調查你的補貼行為 大家看到你 你希望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希望今天搬回家 補助他英特爾多少錢 現在英特爾拿了很多的訂單 是搶台積電 就是因為你的補貼啊 我跟你講 美國補貼的行為讓你嚇死你 你知道美國在外面打仗 五個軍火公司 Glumann Geno Moto Poing Luxedo 他們從美國政府拿了多少錢 阿富汗戰爭兩兆多美金裡面 他們混了多少 賺飽飽啊 你們都聽過一個什麼黑水公司吧 對 在阿富汗裡面就有80億訓練經費 美軍訓練部隊 不是用它的正規部隊去 像台灣去拿老兵訓練訓兵 不是那一套 它是包給人家的 包給誰 黑水公司嘛 所以你們當時一聽 黑水有預言到台灣來 幫我們訓練陸戰隊 特種部隊什麼東西 85億美金 這個就是訓練經費 然後他花了兩兆多 兩兆多的錢 露到誰家去了 好 這五家 五家軍火公司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你知道嗎 他每個州他都有設廠 你這個州議員要選 我這個廠就是我支持你 不支持你的東西 你要關閉某一個軍事基地 關閉天移某一個廠的時候 美國的眾議院參議院就出來抗議啊 所以他可以左右這個國會 這五大軍火公司 第二個 你把這些軍火公司的CEO 董事長 重要的這個幹部 都是美國退休的國防部長 參謀總長 對不對 這邊又配合軍方 我是老長官 我來推薦某些軍火產品 州議員 參議員去影響國會 批准這個戰爭的這個 這個經費 然後還可以簽收到你選總統 所以人家在講 美國兩大暗黑勢力 一個是聯整會 十一家民間的銀行組成的 我印鈔票 我印 你美國政府跟我借 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然後全世界要買單 全世界要 他就可以全世界 然後通貨膨脹 然後通貨膨脹 第二個就是軍工複合體 軍工複合體 這個從艾森豪去覺得 不對 我當個總統 我這兩個大權我拿不到 可是你一反你就不要選 就沒票了 後面 凡是去touch這兩個問題的總統 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所以你說美國 你今天把拜登看成是 主導全世界的領導人 你還不如看他背後那兩大 兩大黑勢力的這個操控 所以為什麼全世界戰爭不斷 敘利亞這個 沒停過在20年 美國只有十幾年沒有打戰 戰爭的製造機器 就是這些軍工複合體 我講兩句話 所以這個問題 一一都是美國人自己暴露出來的 他列了一個戰很清楚 打仗花多少錢 美國兵一個兵要花一百萬 阿富汗每年要五億多支持他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回過頭來看 拜登千倉百孔通通暴露出來了 現在的免禮藏真的藏兩個籌碼 就是說遊戲規則 國際遊戲規則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在挑釁你某些規則 你不得不按照我的來了 我不再遵守你了 現在只有美元霸權沒推翻以前 中國大陸很多黑科技 跟他的經濟的勢力範圍 已經在突破了 我跟伊朗是不用人民幣交換 蘇聯人民幣交換 所以你看吧 他有得玩 這個帥將軍剛才講說 這背後的勢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如果要改革的話 是會動搖國本 你就不用選了 但最近我們就想到說 中國大陸其實做了很多的改革 就會發現說 儘管會抵觸一些民間的企業 或者是大家的氛圍 但是共同富裕他要推就是推 因為他覺得這是對長遠以來 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另外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針對於這個美國 是不是想要跟大陸談 也被發現說真的底氣不足了 因為民間企業也想要賺人民幣 我想問一下湯老師 因為針對於比如說 對中國大陸政策 是不是轉彎又有壓力來源 因為產官學界都呼籲 你抗中其實不利於美國 比如說拜登的重要顧問 托馬斯福里德曼 他其實投書了這個 就是New York Times 然後他這邊的紐約時報 就特別講到說 不要輕易從反恐戰爭 轉向對華的戰爭 讓我們認真的思考一下 我們的子孫會在二零四一年感謝我們 意思就是說 這未來二十年不要呢 真的把戰爭 War on China 不要對中國大陸發動戰爭 那另外呢也有發現說很多的企業都有這樣講 比如說中美的商會的民調 百分之五十四呢 呼籲正規化的政府間的溝通很重要 就是中美要好好溝通吧 三十八認為呢 今年實現中美元首的會晤吧 百分之四十七希望呢 這個企業說取消了加征的關稅等等的 那我想問一下湯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美國自己的民間企業 其實也有這個壓力 給拜登壓力說 你這樣搞了半天 其實加征關稅是克到我們的民眾 克到我們的企業啊 這個美國現在內部的這個狀況呢 確實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這個財政部長葉倫就講了 他說如果說你十月份 這個美國的這個國債的這個上限 不能夠再提高的話 當然就是行政機關了 不能再提高的話 美國要面臨這個債務危機 為什麼債務危機呢 就是說它有很多的債 可是你現在有一個上限的話呢 它就不能再舉債了 那不能再舉債的話呢 就這些債務的它的這些利息啊 付不出來了 付不出來的話 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嚴重在哪裡 嚴重就在於說 你將來的這個信用的評級 平等 就是人家給你這個打分數 你要降級 你現在還是三個A啊 那如果說你三個A降一級 就變成兩個A了 那兩個A了以後呢 你將來要去再舉債 那你的這些的這個利息 或者你的這些這個條件呢 就要比現在呢 要來差了很多很多 而且這個還牽涉到什麼呢 就牽涉到美國內部的這個預算 美國內部的這個預算啊 就跟這個國 這個所謂的這個國在上限 其實也是有很緊密的這個關聯 雖然是兩回事 可是有它的緊密的關聯 那美國我們想 我們大概在記憶裡面 都還非常猶心的知道 是美國曾經政府關門了 那政府關門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是因為這個國會 沒有通過政府所提出來的 這個年度總預算 所以說政府對公務人員發不出薪水了 那這種狀況可能就是跟這個 用國債的這個上限啊 又勾在一起 所以說現在是九月 大概在一個月左右 就要見真章了 那如何來就這種這個改善 來救急這種情況的話呢 那當然如果說有一個外國 有一個有錢的外國 他能夠來出手 他能夠來幫助美國 來解除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國債的這個上限 也就是說我借錢給你 讓你來度過這個難關的話 那當然這裡頭 這個對美國來說 就是這個可以說是天降甘霖 那這個對他來講 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 那可是現在呢 大家走著瞧嘛 那你看看你要不要 在某些情況下 要來跟這個某個大國 那現在這個某個大國是誰 大家都很清楚 要不要有一些 什麼樣的這種談判妥協 如果有的話 那可能還會比較 讓美國能夠這個 比較快速的來度過這個難關 否則的話 那我看看美國到底 你還有些什麼樣的方法 他並不是完全沒有方法 可是他那個方法呢 可能要花出比較大的代價 可是現在我們要再回頭看看 這個美中之間的這種狀況 我大概也是用兩句話來形容 就說你是戰略抗中 可是呢 你戰術合中 也就是說 我在戰略上 整個大的方向 我是一定要跟你對抗的 可是呢 我在小的這個步驟上 我可能偶爾呢 我還要跟你這個 來一個合作 你比如說打個電話 萬一我在這個阿富汗 我在那邊還有一百多人啊 那你這個 美國人如果說怎麼樣來營救 我在那什麼也沒有 也沒有大使館 也沒有什麼 那是不是要找那些 你還跟塔利班 或者還在阿富汗 有這些關聯的國家 來幫忙一下 前一陣子不是還有一架這個飛機 就是那個什麼 阿拉伯一個國家的飛機 他帶了很多的美國人出來了 那這裡面就聽說了 這個裡頭的這個整個協調呢 北京方面還是出了點力的 意思就是說 現在到底看看 你在這個阿富汗的這個 後續的這個問題上面 到底是誰求誰 那誰求誰的話 那當然就要開始談條件 那這個條件一談 是不是跟台灣會有關聯 這個就是我們最關心的 萬一說真的 這個條件一談出來的話 跟台灣這邊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的話 那我看 我這個對於美台 或者是對於這個 美中台三邊的這種關係呢 確實也都會產生 非常非常嚴重的影響